嘉义布袋辛勤国小旁边 有个类似公园的角落 有一个赏鸟亭 里面标注黑皮底嘉 这个用词很妙 一方面说黑面皮路来到嘉义 另一方面用台语念 就是黑皮在这里 黑皮底嘉就在这里 远远望去长长的田梗上 有一错一错的白点 距离大概超过一百米 拉近一看是一群一群的黑面皮路 其中有许多是有繁殖鱼的 今天是3月22号 很庆幸 还有不少繁殖鱼的黑面皮路 可以看 这里是靠近海边的空晃地区 风很大 镜头掉进以后晃得厉害 远方的黑皮 头上的湿雨飞扬 那爆炸头美极了 可惜晃得太厉害了 打了大折扣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地形 发现在左下方的地上 风比较小 于是把望远镜录影机 移到那边 低角度拍摄 晃动的情况好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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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风大拍的感觉不够理想 所以我第二天想一早再来 结果半夜里就发生了大地震 天还没亮我就醒了睡不着了 干脆早点出门 走没多久就开始下雨了 于是我想说 那个黑面皮肚的点如果是下雨天的话 黑面皮肚的动作各方面条件不会太好 所以我就先转到将军师弟拍诺氏玉 拍完了以后再到布袋 我到的时候也不过十八点左右 顶着小雨来到了鸟点 结果一看一只也没有 可能是半夜的地震把他们给吓跑了 也可能是早上出去觅食了 于是我到附近找找看 一群黄头鹿缩在树道 也算是躲雨吧 绕了大约二十分钟 终于发现了部分的黑皮 他们在铁丝围离里面 还好长镜头可以不太受铁丝的影响 雨中的鸟是涩缩的 让人有极许同情 拍了以后我又绕一绕 发现有三个地方有黑皮 于是一一记录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突然他们跑动了起来 我精神一阵 以为有什么好康的 结果是野狗 鱼蚊做招野狗互集 算一算有十来一只 鱼蚊做招野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来他们就开始逆时了 这是他们今天早上最惊急的作为 令人羞愣 今天的补考算是及格 谢谢您的观赏 在黑面皮路陆续北返之际 多记录一些他们的影像 总是好的 方便的话 麻烦您订阅一下吧 感谢您 下次再见 您的观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